大家好,我是小杰 今天外设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要推荐的就是这款 黑爵AK30去模式二代 光看这个外表就显得非常的独特 使用了全新曲面机械手感 这个皮质的纹路啊 非常的复古啊 它的打字触感啊 类似于这种茶轴机械键监盘 这个键盘的打击感是比较爽的 这是这款去模式二代最独特的地方 就会配有这个37个DIY彩虹剑帽 可以自由的这个更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现在搭配上这七色背光 非常的个性 这个是拆键器啊 我来给大家装上去 本人比较喜欢这个叉子 本人比较喜欢这个叉子 是不是非常的个性 这拔键器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这个DIY剑帽 大家可以随意搭配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拍摄至于啊 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不但可以这样子 拔键 它还可以这样子 岩石 好吃酒 好爽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绝对OK 那介绍完键盘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 100元以内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鼠标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包装啊 采用的是六边形设计 非常的装 B 外包装正面有品牌的logo 侧边啊 这个还显示 这是TGA大奖赛的专供鼠标 历史使命非常的沉重 我们来把这个鼠标拆开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鼠标插上看一下 这款狼猪暗黑模型 表面采用的是细腻的内肤喷漆 摸上去就像人类的皮肤 摸上去就像我女朋友的手 这个尾灯这边有这个半透明设计啊 是一个像魔鬼的样子 非常的屌 这款鼠标用的最高3200的DPI 支持四档变速调节 因为重量偏轻 所以非常适合玩的 DOTA 罗阿罗这种禁制游戏 麻雀虽小 玩的却是天空 蚯蚓虽细 认识的却是大D 暗黑模型虽然便宜 性能却非常牛逼 他只需99元 就在秦叔淘宝店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过完了国庆之后 是不是整个人都感觉身心疲惫 又要上学又要上班了 只有看小老弟我的视频的时候 才感觉啊 舒服了一些 才感觉像放假的一样 但是啊 我的视频一般只有一个小时 以这一个小时呢 非常的短暂 所以我要把这一个小时给利用好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带来这部非常非常精彩的二合一的视频 而且呢 这部视频啊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激情 什么叫刺激 那么我就先不问大家国庆都干了些什么啊 我先跟大家说国庆呢 我基本上都在忙活啊 那忙活些什么呢 首先啊 我买了一条狗啊 呃 那个买了一条哈士奇 说养狗呢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啊 我小应该是没读小学的时候 家里家里有买过一条狗 后来这个呃 直到养到这个差不多小学毕业啊 嗯 就没有再养狗了 然后为什么要买这条狗呢 就因为感觉一个人比较孤孤单单的啊 买一条狗呢 有时候跟他说说话啊 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回我了 嗯 然后买了狗之后啊 大家一般都要帮他取名字 其实我也一样很烦恼 我感觉如果叫我之前那条狗的名字吧 我感觉太敷衍了 毕竟他是一个新生命啊 呃 因为是哈士奇嘛 所以我老妈管他叫奇奇 但是他是一条公狗 然后呢 长得一点也不奇奇 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听 想了很久啊 整个国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名字 而且是一条狗的名字 一条公狗 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觉得王子啊 王子这个名字很不错 呃 因为首先呢 我觉得他是蓝眼睛嘛 我觉得有贵族气息 嗯 然后我又想 可能是我这个 就是本身是这个职业啊 我就我就经常互联 经常上 就是呃 玩网络嘛 然后我就想了 现在不管是微信啦 啊 朋友圈啦 微博啦 到处啊 很多女孩子都都说自己是小工举啊 我想工举那么多 总的比例会失调啊 而且工举呢 只配得上王子啊 所以我想就我自己长得也不像啊 自己也没那种 所以我就给这个哈 这只哈舍奇啊 取名叫王子啊 有机会可以拍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局啊 我的出门庄啊 因为我的生活的这个话题 我生活是比较单调和枯燥的啊 也许大家不爱听我生活上的事 那这局呢 我选了一个沉默术士 走着钟 然后买了机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50块加100 200块都不到的 这个出门装备 然后对上了一个白虎 还好 这一局是对白虎 如果说这局是对什么 嗯 哦 他们白牛 虎王 CK加全能 四个进展都不好中单 而沉默术士这个英雄呢 他属于什么 压制非常非常凶 因为他如果一级是学W的话 补刀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还有一个附加的伤害 这个附加的伤害是基于他的智力的啊 简单来说 他智力越高呢 这个伤害打的越高 当然也和这个技能的等级有关系 因为他的等级就是说 按你 这也可以看到啊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就是小技巧 T之后呢 对他必须放一个技能 来打断这个T啊 只相信沉默这个英雄 大家也知道 所以技能呢 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那么他只有一个剑或者一个跳 所以他射箭的时候就躲一下 然后堆了他几下 他出门的没有带这个大雪瓶 所以他现在非常虚啊 就眼看着我补到 两波兵7-2还行 然后进塔这波兵 尽量不要让他全补 他这个小机好像送了什么东西 沉默中单 如果不是 哎 这里有机会杀 咱还A一下 他应该只有一丝血了 运一个鞋和一个小蓝 如果啊 大家看了这期视频 觉得沉默真的非常强 因为当这个版本 其实沉默如果打火女 嗯 我想应该要稍微弱实一些 包括老陆也是啊 但是我觉得沉默 是不是这个英雄 是比较团队的 因为现在 如果 因为现在火女和老陆 出场率太高了 像这么强势的英雄 很明显下个版本就会被削 而且现在针对啊 或者克制 这两个英雄的套路 已经很多了 这两个英雄的胜率 也在慢慢下降啊 如果你要玩沉默的话 你可以像我一样 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打的 突出一个凶啊 突出一个狠 这个白虎 现在你可以看到啊 一定是非常想求和 要公平让打字 我们和平补刀行吗 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 什么叫和平啊 和平呢 不是说 你不要打我啊 和平呢 也不是 你别让他打我啊 和平呢 更不是 你随便打 我不还手 和平是什么呢 和平就是 你打我试试 所以咱们要自强 是不是 张狂是我本性 惹我等于自杀啊 就就就这么霸气啊 其实如果正常来讲啊 我国庆呢 应该多出一些视频 因为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服务员啊 就是我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大家国庆的时候啊 呃 虽然说放假 大家可能是旅游啊 或者干一些别的 总有闲下来的时间 那么闲下来的时间 对不对 偶尔看一下我的视频 更新的视频 那是多好的一个打发时间的 一个方式 但是呢 我却没有做视频 不过我今天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我的苦衷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国庆 呃 放假期间呢 大家都休息 但如果加班的同学啊 告诉我是不是工资涨了 没有错啊 那么我这段时间呢 我就一直在寻找 就比如说像有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这样的工作啊 就是像这种终点工一样的 多挣一些零花钱啊 我就是后来呢 我就在这个 有时候没事干的时候 就去比如说肯德基啦 打打工啊 呃 所以呢 其实我还是还是得像啊 呃 这个 呃 零九学习 九神学习啊 因为呢 他在国庆之前的一部视频里面 就说到了 啊 国庆一定会多补一些视频 给大家看 果然没有错 我出了一部 他出了两三 两部还是三部的都 我非常的惭愧 啊 我非常的惭愧 但是我觉得 就作为一个 作为 就是 我来说 因为我之前怎么说呢 之前我也是当过网管的人啊 但是网管的故事呢 我和大家已经讲过很多了 再讲呢 可能大家就已经听腻了 但是 啊 呃 只讲那些经历 啊 我觉得大家也是听听而已 因为现在的故事太多了 包括什么电视上啦 啊 参赛选手出场前 都要讲一段故事 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 我要讲的是 当时啊 身在身为 社会最底层的我 啊 的思想 的观念 当时我怎么想的啊 当时 说实话 我看着镜子 我都会忍不住的笑啊 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笑话 哈哈 对不对啊 对 好 那那个这个就是 但 然后笑完之后 我就会 啊 感觉 留下来的不知道是 啊 不知道 就感觉像泪水 对不对 难而不展 风云赤 空腹天生 八尺蛆啊 啊 当然到 到今天啊 是不是 别人可以拷贝 我的模式啊 但是不能拷贝 我的苦难 不能拷贝 我不断往前的激情 啊 别抱怨 生活太累了 闯出来就好了 像我以前 什么也不是啊 现在每天都有许多人找我啊 就连身价千万的 我呃 差点说是 对 既然 就连身价千万的老板啊 看见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啊 服务员过来一下啊 所以说这个 就是说在曼当劳 可能就打工的 这几天 我很高兴啊 那么马上呢 大家就可以见证到啊 一个小篮球 马上要服务 身体啊 加二智力啊 加二智力 大家可以 大家应该知道 屠夫这个英雄 啊 杀人加力量 但是呢 他的力量 就是肉 啊 虽然说 他是一个力量英雄 加力量 加攻击 但是他呢 难道去A人吗 不可能嘛 但是沉默术士啊 他是可以把吸到的这些智力 化为输出啊 给打出来的 削别人 用他的这个W削别人 他的W是 像我走 如果是 比如说走边路的三人路啊 那么你 把你的C学高一点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C这个技能 有点太 简单了一点 别人随便放个小技能 啊 就可以把你这个打断 而且扣血 扣的也少 嗯 那我走中单的 就是主 三或者主二 啊 主三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 比如说打一些 白虎这样的圆敏啊 远程敏捷英雄 本来就 皮比较薄 你可以看到 附加伤害 现在已经很高了 而且有这个T的伤害 他应该是必死无疑 小一人 又跳中了 CK 但是CK一个非常简单的 守卫把我们的小人给骗过去了 我踢的CD已经好了 踢住A一下 应该还差两下 就可以把他打死 小人想追 我就跟一下 呃 杀恩的时候 呃 他是有一个距离 还不知道是怎么 呃 要跟在稍微近一点 如果很远的话 是 加不到智力的 啊 很远的话 是加不到智力的 杀了CK之后 我又加两点 现在一共加了六点智力 其实你的 呃 你稍微加一点点智力 你就会感觉 这里我看 可以看到啊 我刚才打开了一下 大家可以回放一下 我刚才打开了一下困住面板 感觉白虎复活了 所以我就刻意的故意的躲了一下剑啊 因为他感觉到他复活会TP到这 这是他们三个人之后 我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我估计 一击躲不掉 先买一个法力的魔力权杖再死 呃 对我的仇闻非常大啊 对我的仇闻非常大 龙骑士下来 Shift一个一口火啊 喷出了怒气 但是没有喷到人 小精灵来了 飞到带着谁 带了应该小鱼人还是谁 飞到了 呃呃 带了蓝猫 看一下小精灵一个 哦 父王已经跳刀了吗 看一下我们的蓝猫 在这里发现了白虎 六级蓝猫 呃 没 不选择滚进去 然后 哎 这口火喷的我跟你说角度刁钻 两个人 哇 都没喷到 那个完蛋玩意儿 哈哈 好啊 在喊 还是得靠我自己 那现在呢 呃 蓝猫又来了 他为什么不滚进去再放残影呢 为什么在外面呢 看来他对杀戮的欲望还不是特 他还不是特别强啊 呃 刚才我们说到只要是 你稍微加一点智力 如果你这个W满了的话 他W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说 呃 你加的越高啊 他就是 比如说以你智力的百分之三十啊 然后是五十七十九十 类似这样子啊 递增的 所以你升的越高呢 他就 附加伤害越厉害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附加已经是六十七了 A冰啊 已经很夸张的一个血量了 A人呢 呃 其实 A像白虎啊 或者是 等距离再高一点 到时候 A像什么CK了 虎王这种 都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小精灵飞过 拉过来 然后白 然后那个白牛冲上去了 看到白牛冲上去 然后我们的小鱼人 他的大招一直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可以肯 肯定啊 白牛已经冲他了 而又是同时白虎还开了一个大招 那这时候呢 一口火喷到了 但是他加了一个E 这个E非常关键 让他跑掉了 但是我一定要拿到智力 这个斧王附加伤害67 结束了他的大杀特杀 又加了两点智力 非常不错 这个小人呢 我非常的想杀他 先盯着白牛 白牛应该有点机会 但是机会不大 因为这 哎 他 你看这就是我的错了 啊 没有学到九神的精髓 hit and wrong 不过没关系 我用我的大招的代价 拿掉了白虎的生命 又加了两点智力 现在应该是加了 十点了 他那个T还会给你提供视野 所以这相对于一个远程智力英雄来说 是一个神迹 啊 是一个神迹 在那个时间段内啊 除了隐身之外啊 他有点像赏金的标记 就是没有标记钱而已 你队友也是看得见的 像包括什么 那个蓝猫啊 啊 或者像我们这儿的小精灵啊 又或者小油人 他都可以 我 我一个T啊 打在别人那边 然后呢 那个小精灵就可以定点飞了 不怕别人绕树林什么的 这蓝猫非常漂亮 极限的杀了对面的白牛 然后被 哎 又非常急 但是还得死 哎呦 这白虎的剑可真准呢 还带了一个假眼 估计插在了我们的中路高坡上 这个时候呢 腐王和 呃 全能应该有我的视野了 这个白虎就不太好杀了 腐王是裸的一把跳 那看来他打也是非常非常 他打出了一根 他应该插一刀就死 他应该打也非常非常顺利的情况下 而且 他上路有拿人头吗 我没有注意 反正我是很肥 而且呢 我第一个大剑啊 是要脱 是要出阿托斯之棍 因为这个装备啊 你看起来 不是那么明显 那包括他加的属性了啊 加一点蓝 加一点血 然后呢 有个主动技能 是减百分之 没记错 应该应该是百分之五十的速 持续时间呢 好像是 不超不超过四秒钟啊 应该是不超过四秒钟 我们先中了一个塔 但是他的冷却CD非常的短 几乎可以说是 你等那个人减速减完了 你马上又可以减太自速啊 十三分钟升到了十一级 主要对面这一局四个近战 一个白虎 其实白虎的逃阵能力不是很强 前期啊 不是很强 因为他又升流星雨 又升这个剑 他的跳就跳得很近啊 我出这个阿托斯之棍呢 首先对面都是冲脸英雄啊 腐王是要跳吼的 白牛是要冲过来了 就连CK这个英雄他我来了 我跟着说打 这现在我是有大招的 先放一个大 就杀最脆的啊 就杀最脆的四刀 加上一个踢直接砍死 最后补一刀五刀 但是杀了白虎之后 蓝猫直接冲过来 拉住了腐王 我们的龙骑士 踢中了对面的腐 对不对 又是一个智力到手 还有一个 哦 跳住了小鱼人 小精灵飞了过来 可以找机会 可以找机会 先减速W W 你看我的W 不是自动的 因为我比较 前期我比较习惯按手动 这样感觉上 有时候按自动 这应该是一个习惯吧 我看有些 就是像玩神灵 有些高手就喜欢用自动 有些呢 就喜欢用手动的 这一波 你别看我人头少啊 但是我有四个助攻 而且像这种助攻和人头 我都是在场的 都是家道智力的 我现在的附加伤害 在14分钟 已经达到了96 哎 白虎 呃 我估计 现在在下一波的时候 一个大四下 加一个T 这白虎就挂掉了 又是1300块钱啊 买一个TP 我现在回来特别快 看到没有 我都不用回家补兰 像雪的话 其实沉默术 是有些是出绿鞋的 第一个大剑 如果你选择没啊等等 哎 这 腐王不选择跳走吗 一个T 阿托斯之棍 不过不打他了 白虎开来大先走 因为他们的大军 马上就要到了 白虎又开来给他 哎呦 他追我 C了我 但是选择打龙旗 龙旗要被射死之后 哎呦 我踢不下 踢不下 看他不能 那两个人头漂亮 还是死了 还有白牛 很刚啊 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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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捡起来 踢住 两刀 三刀 四刀 打死 全能 三杀 小精灵 带我飞了后面 减速捡起来 减速捡起来 三下 漂亮 还有吗 还有一个CK 你给我过来送一下 让我五杀 这把打得激情了 这一下 我跟你说 八杠 一杠 四 对面全成了 对面全成了 低智力英雄了 本来力量英雄 就很吃智力的 因为像什么CK了 他本来就两套技能 就都放不了的人 还有这个白牛 当然也包括全能 他智力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波TP到下路 咱们杀了七个人 那就是说 这一波我加了14点智力 一开始下来杀了白虎 然后杀了腐王 紧接着 他们又死了一回 我想说 纯梦这个英雄 他第一大剑 其实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就是我开了一个大 现在这个白牛 知道自己不是很刚的 111 而且这妖怪般杀戮 给他加了一口血 我们的蓝猫要挂 一个剑 小精灵连了我 他们还是选择要打 我觉得第二个大剑 17分钟就运出了一把引刀 但是感觉这波不是很好打 因为他们都有状态 在追小精灵 小精灵连了我们的小兵 他们没有追杀能力了 再A你一下再走 其实他第一大剑 一般就是没肯 然后 现在有人出 战股 除了战股之外呢 也有个也有是第一大剑 就直接选择出跳刀的 或者出推推的 引刀对于沉默来说呢 是一个很不错的逃生工具 或者是切入 切入的一个装备 因为沉默这英雄 他首先回血的装备就没什么 他到 其实他到很后期 也不会出一些 就是回血的装备 一般来讲 就是可以再多补一个骨灰 因为骨灰前期 也是能增加一些回篮 然后可以持 就是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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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刚才没讲过吗 张狂是我本性 惹我等于自杀 这白牛是疯了 那刚才说这个骨灰 其实沉默是很吃血量的 骨灰他也是就加力量 就加一点血 然后呢 我这个阿托斯也加一点血 我如果现在切到力量夹腿的话 那就是应该是1700多点血 所以这点血 在十几分钟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很肉很肉的一个英雄了 而且呢 又有一个保命技大招 还有一把引刀 你其实像他们这种英雄 如果没有白牛这种被动的话 你其实开大招 马上就可以TP回家的 这边又是一波团战 他们由他们的一个白火的剑 射中DK 发起了一波团战 不过呢 现在因为我们打团的输出太高了 他们现在冲脸冲不了 因为他们先 哎呦 又火了 我开了一个大救下小剑灵 因为他的 这个白牛是咋回事呢 你说这白牛 哎呦还撒了一把粉 又放了一个大 我 他们后面好像有红点的追过来 我现在我要蹭一点智力 减速 二智力 小白牛来了 他们没粉了 没粉的状态了 啊 我要蹭智力了 但是 好像蓝猫打不过他们 不过没关系 先杀全能 套了套的怎么样 先杀全能 我在下面他们都不管 我超神了 我超神了 开启自动 漂亮 其实要杀沉默 最好还是像活女 那样这种英雄 一套技能啊 至少得有AOE 因为沉默这种英雄 他前期打团 就是不明不白 就死了 就血量非常少 不敢上去 偷智力了 像他们CK了 包括白牛啊 像白虎前期流星雨 其实等级也很低 然后一个腐王 他们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阵容啊 首先就是没有AOE 唯一的AOE 还是一个全能的加血 然后腐王的吼 他的这个螺旋的伤害 那腐王吼 又不是对着后排吼的 所以这局沉默 就显得存在感特别强 当然他不是每一次中单 都是那么强势的 不过至少 他很难被压啊 他中单其实很难被压的 因为如果像 火女放D的话 就可以出一个绿鞋 因为他D你 你的绿鞋的效果 还是在的啊 除非他A你 然后出绿鞋 还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的攻击是 好像是不能打断绿鞋的 因为他是法术攻击鞋 应该是这样的啊 有知道的实际 同学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沉默出绿鞋比较少 沉默现在出假腿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绿鞋 绿鞋已经是凌驾于假腿之上的装备了 因为沉默的 他的敏捷成长啊 这就是有关于他真正专业的解说能够说出来的啊 他敏捷成长已经很高了 所以出假腿呢 他的攻速会很快啊 呃 攻速很快 当然你打出了这种智力 附加伤害啊 就显得越变态嘛 他是一个很吃 他其实是一个很吃攻速的英雄 那所以呢 我出这个 呃 引刀 他也是能够加他攻速的 看这波团战啊 我在后面后排不停的输出 不停的输出 就是没有人来打我 打我也打不死我 现在我的附加伤害已经快到150了 智力呢 也飘到了100啊 话不在这 我的智力已经 如果按附加都算上的话 已经快超过150了 其实啊 大家过完这个 假假期嘛 就对我来说 我觉得 嗯 沉默已经嗨起来了 嗨起来之后 大家都沉默了啊 因为这个假期 我就像是做婚庆一样的 赶着跑婚礼 实在是太 这个黄金结婚假日 我只能说 这么多人结婚啊 我就是跑来跑去的 我只能说 大家过完国庆 开始上班了 之后 我才要想到要休息一下了 不过 怎么说呢 参加别人的婚礼 也是一种幸福啊 看着新郎新娘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啊 我都被感染了啊 幸福的都忘了自己的幸福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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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真的是混战 先啊全能看的大招 先砍死CK 299块加2点的智力 又砍白牛 我就要砍白牛 让你冲我又是一个人头 哎呦白虎给你减速减上 最后一刀没有A出来 那么这个虎王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无杀 我如果杀了这个啊 PK789全能的话 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马上冲到对面基地去 把白虎的尸体取走啊 埋在地下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游戏音效出来暴走 刚才说到这个我和小杰一起去的啊 那小杰呢就和我说 他也他也他也很想结婚啊 因为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 确实有一个人非常羡慕啊 非常非常羡慕别人结婚 然后非常自己想当新郎 然后又感觉想站在这个万众瞩目的 哎不能说的有点夸张了啊 不过大家应该就是大家亲戚啊 朋友啊同事啊都看着你 然后呢你就对自己的心爱的 对对用准备用这辈子去呵护啊 去疼爱的女人说我爱你 小杰当时就这么跟我说的啊 我说我爱你又能怎么样呢啊 我爱你这三个字的首字母加起来 W A N 那还不就是个玩字吗啊 这对对 当时啊小杰似懂非懂的又问我了啊 问我婚姻是什么 我说婚姻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这么一句话 婚姻就是一座围城啊 城外的人呢想进去 城里的人呢想出来 那咱们这样的婚姻边缘人呢 就只能啊不停的进进出出了啊 当然 好啊 那那这个这个时候呢啊 呃 这局其实 作为 主观角度上来讲啊 他们的 阵 有点碾压 碾压的是什么 是阵容啊 因为他们的阵容线上很弱 然后呢 如果没有一个点起来的话 或者带节奏的话 就很难打了 那 他们中单的是一个白虎 而且是一个被压制的白虎 说实话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而且呢 呃 白虎这个英雄 一定要出门装豪华 然后呢 中单要打那些 近战的啊 稍微强势一点的也没事 就比如说船长了啊 呃 又比如说像 什么神灵武士 其实也 也不太好打 总之白虎这个英雄 我觉得 打中单啊 要如果你中单能力很强的话 那那也可以 不过这一局的话 打沉默数十 而且是这么一个凶残的沉默数十 那就 另当别论了 那么这一局第三个大件呢 我选择出林肯啊 因为能够挡掉很多东西 包括呢 像是白牛的C啦啊 或者是 呃 白牛的大 又或者是CK的晕眩剂啊 呃 沉默数十到了 很后期啊 特别是沉默数十的很后期 而不是局势的很后期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 就像现在 因为呢 呃 如果对面都冲过来 我们呢 就稍微能够有一个控制 啊 像是CK啦啊 甚至小一人都行 冲过来 那么沉默数十突然引刀 显现在了人群当中 再放一个大 那简直用成语来说 就是困兽之斗啊 啊 满满的都是智力啊 智力都快溢出来了 所以这一局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沉默他的一个 呃 非常 就是他的一个成长 特别的特别的快 呃 前期如果你是这样加点的话 啊 你的游走 会是非常有效的 你的输出呢 会非常的大 啊 你作为一个只靠小技能 啊 和法球攻击的一个智力型英雄 呃 就不配不配合大招啊 去打边路 像我们边路 一开始是小于人嘛 都能非常有效的击杀对面大哥 都没有 都没有就是 很费力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英雄 很好玩的点就是在于他成长的太成长的过于快 那成长快了之后呢 他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 他能当后期打啊 他能当后期打 但是他的后期不像小于人 不像 呃 一些其他的敏捷型英雄能够冲上去啊 因为这个英雄呢 首先他不出什么加加加的东西 加血的东西 等等 这这一波我们没有粉 没有粉 没有撒死白虎 一个一个大 先杀 这个 再杀白虎 一刀 不管了 再 哎 没啥掉这个 如果打后期的话呢 这个英雄是需要BKB的 也需要龙心强袭这样的道具 但是如果真正打真正后期英雄 其实需要的东西很非常多啊 像比如说像有闪避的蝴蝶啊 这个英雄其实不太适合出啊 然后其实强袭这个英雄 可以是可以出 我觉得 如果再要什么杨刀啦 刷新啦 A杖啦 什么的话 这格子就不够了 所以 后期可以打 大后期呢 按打大哥来说 刷就有点靠不住 如果打辅助出刷新A杖 杨刀这样的大后期沉默 是可以非常非常可以打的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了啊 沉默本来就是一个辅助英雄啊 不适合当主力 也不适合就是这么暴力啊 那你就错了 先 这个英雄得先武装自己啊 然后就是要杀人 下一局游戏会告诉你 如果暴力不是为了杀戮 那么毫无意义 经过了十一七天的休息 想必许多男同学都已经很累了啊 你懂的 那么小老弟特地为大家挑选了一套套装啊 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啊 爱打扮的同学都非常期待秋天呢 有绝大多数原因是因为穿腻了夏天的衣服 那我们现在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这件日系的夹克外套 厚薄度非常适中的啊 天气再凉一些也还能穿 既挡风又保暖 选用的呢 还是高档的环保面料 版型的设计啊 呃 非常考虑到了这个舒适性 虽然啊 修身款 但并不会很紧绷 伸展性也很不错 样式呢 比较简单 随意 不花哨 搭配各种打底衫 都可以穿出干净利落的感觉 这是妹子比较偏爱的一种风格 妹子们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又大方的男孩子 所以呢 这个外套是年轻人都拒绝不了的一件好衣服 然后这件衣服可以配什么裤子呢 嗯 搭配一条啊 像这样韩版的直筒牛仔裤 像我这样身高不够高的呢 穿上这一套啊 还能显得整体形象再修长一些 那就更帅气了 脚上呢 配上这双今年流行刀豹的刀锋跑鞋 非常有潮南的感觉 这双鞋子呢 比较独特啊 有绒面和皮面的两种质感非常好 材质选择也很透气 制作工艺很讲究 内里啊 运用了透气网棉 非常柔软 也不磨脚啊 绝对不磨脚 而且呢 还有稀罕防臭的功效 底部呢 呃 咱们使用的是天然橡胶防滑大底啊 呈天然环境原材料 弹力非常好啊 所以呢 踩踏的时候啊 会很舒适 很有弹性 就这样一套简约百搭的装束套餐价只有268块钱 而且呢 还可以额外获得一盒价值19元的全棉袜子哟 再来呢 就是咱们的临时店了啊 现在上学的上学啊 上班的上班 漫漫长夜 怎能缺少了情书浪子党超神套餐呢 而且现在购买力减五元啊 就这个套餐 还送什么 送卖的最好的三洋火鸡拉面 并且呢 还送你代表DOTA五个位置的手环啊 这个开黑的就非常需要了 呃 平时我打素材的时候啊 我都默默的带着我的carry手环 静静的等待我carry全场 大家还不赶紧看看 千万别错过了 好的 同学们 欢迎跟我一起读取咱们第二局游戏的界面 可以看到咱们双方的战斗值啊 都还行啊 这一号的分数1612 那么咱们接着上一局游戏 咱们结尾的时候说的 就是我和咱们小结啊 呃 不是去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吗 就是在快结束的时候啊 快落幕的时候 就两杯黄汤下肚嘛 当然我是没有喝酒啊 就在咱们一桌上的朋友伙啊 就提议去唱歌曲 其实他们一提到这个 我就知道可以想象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 那相当恶劣啊 他当时提议去而去唱歌 我就知道我我在我就在想啊 我初吻还在 没有谈过恋爱 连女孩的手都没有碰过 KTV包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冲我叫三个六 我该回什么 你们说啪啪啪 我以为在给我鼓掌 我以为男生女生亲一下就会怀孕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很乖 我每天好好听话 好好学习啊 考取公民 报效祖国 为国家做贡献 争取做国家栋梁 我还是一张白纸 就这样 你们带我去KTV 啊 而且大城市的KTV呢 楼上都是带客房的 你们搞什么呢 不过说真的啊 当时进了那个楼上的客房之后 我跟你讲啊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啊 就我和另外一个啊 两军互有薄火 空中对开大概两千多枪 两千多枪啊 枪林弹雨之中 我没有后退一步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最后对方侥幸赢了一点点啊 娘们太厉害了 好啊 那咱们这一局呢 就开始了啊 还好现在就是 每出一期视频 我都要想一下啊 有没有聊到什么 有没有涉及什么 政论啊 有没有涉及第一组 因为就怕就是又被删了 其实这个视频 我跟你说 不仅是大家 还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东西 一个就是 就是太花心思了啊 但突然就被举报 而且呢 她是恶意举报 就是以次数多啊 然后呢 你说内容 其实 我也有 就是国庆的时候啊 我也有和小杰 认真 严肃的讨论过 呃 我们不看举报的内容啊 我们就是看评论 大概呢 除了 现在就是 我觉得 说低俗的 其实已经很少很少了 因为我的视频呢 只是真的 大家都是朋友 来看视频呢 就是大家听我聊聊天啊 谈谈生活 聊聊人生 难道这 对不对 都大家都是朋友 就这样一个环境 多么其乐融融 然后还有点呢 说这个 呃 看到评论 有有一个 我和小杰 争执的 争执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就是 说什么呢啊 就是说 看到一条 就是说 让我去学习 就让我去看一下美剧 啊 说 我的 就是我说的东西 我都是生活也好啊 它 是表达方式也好 或者是内容也好 学习人家的那个美剧的 这个表现方式 那其实我觉得 我能接受他的建议啊 但是我觉得 我很认同一点是什么呢 文化是不能移植的啊 你把美国的那个 比如说 呃 影视的什么桥段了 拿来中国上演的话 就 整个搬过来 那有可能 就电视上收视率就不会多好 要改良一下啊 要改良一下 可是啊 硬要让大家 接受美式风格的那种东西呢 我觉得 也不太好 因为呢 我就是做自己啊 还有呢 就是说 呃 咱们的视频 只是网上翻来的几句话 然后视频里面说一下 这样就能糊弄大家了 其实这一点 我是完全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为 我们是我们之间完全是没有利益关系的啊 我也没有怎么可能去糊弄大家呢 是不是 而且就是说 这个就是抄袭啊 这抄袭的问题 我 我这个我也得 因为我 我在视频里说呢 我就是不想改变他们 我是想说通他们 啊 呃 因为举报我 我本身就是我自身肯定也有问题啊 呃 说抄袭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玄乎 因为 呃 就这么说啊 就像知名作家一样 我相信他们在学习写作的过程 多多少少会受前人的影响啊 不管是徐志摩啊 朱自清 就像咱们学书法 我们是不是要把柳公权啊 颜真轻垫在下面临摹一下啊 如果 硬要讲抄袭 但其实啊 很多人认为是学习啊 今天你不能说雷克萨斯做了这个 呃 一个防撞功能 那其他的这个类似的也做了就是抄袭 是不是 我只能说可能有的同学呢 极少数真的看的节目不够多 就电视上也好 网络上也好 其实日本了 包括台湾啊 也包括美国南韩 他这个娱乐的东西啊 他就是偏娱乐的东西 本来就是大家参考来参考去啊 娱乐的本质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服务大众 大家看看会笑 你今天去吃一碗卤肉饭啊 嗯 好好吃哦 你会去说啊 你你会这样说吗 哎 这饭那个好吃贵好吃 但是他抄袭胡须章啊 不需要吗 是不是 他站在观众的角度 他管你抄不抄袭啊 你知道中国的插声音啊 都是就是国外搬过来的 那可能是买了版权也好啊 所以说一说这个很难去界定啊 说谁抄谁 其实事实上呢 他也不重要啊 因为他不是艺术 艺术呢 哦 我今天画了一幅画啊 哎 你就去画了一幅啊 对不对 跟那个呃 饭饭骨啊 一模一样的 哎 那你再抄袭他啊 但是骗娱乐的东西呢 他通常不会那么沉重 不会用这么自命清高啊 或者是伪善 假道学的角度来看待 你咱们就从电视上来讲好了 其实你看我 我 你的东西 在很多东西在电视上根本就看不到啊 所以呢 那可能就是大家看电视 比比较接触的到综艺啊 像比如美剧也好 我是没有看过 我已经好几个月啊 甚至几个年头 没有主动打开电视机了 因为呢啊 咱们的电视啊 现在是都能看到了啊 韩国的节目啦 什么节目啊 要蓝的有蓝的 要红的有红的 要绿的也有绿的 同学们 自从有了彩色电视机之后 就再也没有黑白了 所以现在咱们的视频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难道这样不好吗 为什么要就是想那么多呢啊 那么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飞机这个英雄走中单 我记得上一次出飞机这个英雄 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啊 这次呢 走中单 然后 一三对点 二技能先不加油 大家大啊 三技能 是用来干嘛的呢 他想搞我了 看到没有 我直接一个大招两套 打中一个啊 再配合几下普攻取掉 他的人头啊 单杀 我们两个呢 各有各的想法 心怀 鬼祭 你有张良 祭 哎 我有过墙梯 最终呢 还是我杀了他 然后准备吃一下六分钟的神符 可以马上 起飞啊 大家都有一个大 谁的大呢 都可以杀别人 对不对 从我们六级 哎 哎呀 我不敢 我不敢抢服 因为他 有人 因为我觉得他一个人不太敢跟我抢服 没有想到一个隐身符 本来我拿了这个神符之后 上路这个NEC 没有道理的NEC 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哎呀 我们这个 我和小孩都有大啊 都想杀对方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身怀利器 杀心自弃 都是坏举 坏人啊 都是坏人 其实刚刚那个话题 我还想说说几句 因为不说呢 实在是 很闷啊 就是关于这个 其实 中国最新的 最最缺的就是创新啊 因为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是和小杰 就是 那天参加结婚完 参加结婚完了之后 隔一天吃饭的时候也聊过 啊 因为 这个如果中国他 就是 创新能力很强的话 就不会是我们只是 就是拿着 苹果手机 然后 品牌是外面的 我们呢 最多只是代加 代加工一下 然后还有 就是 其实我们 现在的行业 就是我 我现在的这个 已经有点偏向 娱乐圈发展了 那娱乐圈呢 本身它就是一个 就是 影视啊 现在其实就是用钱 堆砌出来的 一个 好的 频道 电视频道啊 然后去 抄一个外国的 节目 再 花钱 请明星 那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说 偏向娱乐圈发展了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每当差不多 要到年底的时候啊 像去年 其实也有 就是 各大行业类 顶尖 这个 视频作者 或者是主播的 这个身价啊 这个价目表 虽然说是 传闻 但是 就是它有 表出来嘛 你看 像打个比方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价目表出来 而且为什么是都是天价 比如说啊 英雄联盟的 若峰啊 DOTA的 九神啊 英雄联盟的 小智啊 你看 就打个比方 小节啊 他是永远不能和汤姆 克鲁斯比的 那解说呢 就好像是一贴药啊 这贴药呢 你吃了有效啊 你再贵 咱们趴着 求着都要买来吃啊 你这天 这天要不行的话 啊 送给你 你都不吃 所以解说呢 他是非常同工 而不同酬的工作啊 他是 因为 现在是 这个自由经济啊 市场机制 供需的问题 那我这么说 大家就应该非常 就是 至少对这个行业呢 多多少少 有一点了解 很多东西 其实如果不是自己设立的领域呢 就很难去 接触到 像这样的聊天内容啊 一般都是同行啊 或者业内人 就碰到 碰到面了 可能会聊一下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大人了 我 我说的这些呢 我不用去说太多 大家其实都 就是都懂了 啊 再加上咱们 我知名啊 是不是就是有什么 他就说什么 本来就是很生活的事情啊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杀了这个狮王之后呢 变态杀戮 自从杀了 自从用大招和小白两个人 博弈了一下之后 我就开始慢慢的找到了节奏 而且这一把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阵容 而且他们是五人黑 我们上一盘呢 也碰到对面了啊 侥幸赢了他们 所以他们这一局 如果仔细的同学们 应该可以看到 他们很多都是首选啊 呃应该是一个速推阵容 因为有奶啊 NEC 然后有一个小白推进的 然后剧毒也是推进的 潮西呢 作为一个大控 狮王的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英雄 刚才他们的小白单杀了我们的牛头 而这一把呢 呃 因为他们他们的小白是一个地 两个控制技能 其实对一个需要打头阵的飞机来说 非常的懊恼啊 非常的很神烦 因为我们的幽鬼是需要慢慢发育的 虽然他现在发育的很好 但是还不至于出山啊 呃 而且像这个潮西 然后一个潮西一个大 然后再加上什么一些 呃 狮王啊 然后小白 呃和NEC这种小技能 我们就有点受不了 然后这现在这个时候呢 呃 其实他们的推进 有点 不管了 这边打起来了 一个导弹大招 然后FR全开秒 狮王双秒 这我就要后退一下 后面还有一个NEC开 R秒掉NEC 如同神一般 十二分钟 我应该能够掏出自己的一个大剑 BKB 因为这局非常的明显 有了BKB之后呢 对面 突然因此的大 啊 其他的一个都不能打断你 而且你呃 BKB出来之后 他不会 NEC应该不会在满血的状态 来对你放一个大 而且NEC的大呢 需要 前期是需要花费他很多蓝量的 哦 说错了 是十二分钟没有到 BKB就已经出来了啊 说明这一把呢 我录的非常 非常舒服啊 其实大家看我啊 呃 每呃 就是做了解说之后呢 每一个星期 只要更新一部视频 就呃 感觉非常轻松 然后呢 嗯 又可以 有自己的淘宝店 有自己的衣服店啊 又有自己的零食店 吃不完的零食 然后呢 又有挑不完的鼠标键盘 其实大家都很羡慕解说这个职业啊 其实不然啊 作为一个就是从业者呢 我告诉大家 你不当解说啊 说实话 你不当解说 你可能一辈子后悔 但是你当了解说 你可能后悔一辈子啊 那这里呢 我BKB第一波 直接两颗大导弹 然后FR直接上去 技能狂甩 狂轰烂炸一番之后 我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打了 因为这个BKB实在是出的太及时了 完全打 我的这个等级和经济完全打乱了他们团队的节奏 如果 我前期就是如果说 呃 等级不高 或者是一把BKB掏出来很骂 的话 他们的推进阵容啊 呃 实行的很顺利 我们这一盘是没有翻盘点的 因为呢 我们四个人守塔啊 如果 呃 等级技能不够高啊 技能的等级不够高 装备不够好 一波打不过 优鬼又过来送了一波 那么他们杀完了之后 推塔无解肥的节奏啊 五个人都无解肥 就造成了 我们在等优鬼发育 那他们抓人推塔 五个人都肥 所以说很会很被动 但是还好这局现在能够啊 守住他们的这种 无脑推进啊 先棒子慢慢插过来 呃 小白的技能清兵 NC NC和小白一个 一人一个技能兵就清完了 然后呢 开始小白插大 呃 剧毒插棒子 然后潮汐 狮王顶在前面 NC站中间奶的节奏 你看我们的白虎等级很低 然后呢 牛头 嗯 先不守了 这波开始守了 他先插了一个大 我照样在这个位置 先放一颗导弹 是 小Y中了导弹 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因为我小Y不能放控制机 然后呢 这个又远离了棒子 隔开了战 呃 战 战场和棒子已经隔开了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这边不管了 先上了 我打了一句SP 他应该懂 吃了恢复 哎 恢复已经被打断了 但没有关系 小白先死 狮王也死 潮汐也死 NC看到队友团灭了之后 直接往家里跑去 但是我们还要追 要追这个 非常恶心的剧毒 啊 他的小棒子还在减速 但是没有关系 就他一个人了 一个神剑没有射中 我的导弹已经跟上了 然后再放一个R 他一剧毒临死之前 还把自己的大招放上来 其实剧毒的一配合他的大 一级啊 一级大配合 如果主一的话 应该能打掉 差不多600血之外 而且是一个团队伤害 非常非常强 剧毒这个英雄 但是他这局应该是主棒子 因为他们是一个推进的阵容 嗯 这边呢 其实 他们要杀幽鬼了 其实他们杀能力是很强的 就是有点盲目推进了 因为我飞机这个点 其实是很肥的 特别是出了BKB之后 对面拿我们没有办法 虽然说他们有这种团队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这种美肯啦 或者是那个NEC啊 但是还是挡不住 其实他们打团 墓碑非常厉害 而且我们又很难 很难打墓碑啊 不过 我的下一个装备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了 像一般来讲的话啊 要么就是双刀BKB 要么就是BKB之后 补一个双刀 但是我觉得如果出双刀的话 我们团队的爆发力是不是少了一点 嗯 大炮这个大炮这个道具呢 不太适合飞机啊 然后就剩金箍棒 金箍棒呢 其实它飞机出了金箍棒 有时候会有那个 好像是要怎么解决 就是它的F失效的问题 好像是要关还是开 也不是特别管用 那飞机除了这两个装备啊 其实大家我也不卖关子了啊 卖了这么久 关子都写在标题上了 就是直接胜剑 因为我刚才就说过了啊 就是已经有了一个BKB 在你很不容易死的情况下 打出最大输出 因为我们呢 呃 至少啊 还有一个牛头 等等这边先看一下 我隐身过去 发现不对劲 直接先秒了失望 再说 因为他们已经有睁眼了 这波我的 输出有点小 但是如果不开BKB 非要走过去的话 这波很容易死 呃 我也死 他们本身等级很低啊 我等级是最高的 他们有了等级不收 还拿了我一个超神人头 是很亏的 所以这波 呃 他们没有推掉 我们稍微打得稳一些 3600块钱啊 现在我刷钱 其实已经很快了 因为拿R加F收兵啊 我还没有做支配 也做支配拉野 也没有辅助帮我拉野 如果有辅助帮我拉远古野的话 我发现应该更快 现在14级啊 等那个导弹已经选满了 就是导弹 这个技能 你说前期有没有用吧 也有用啊 但是如果你主导弹的话 你就要舍弃 三技能或者是一技能啊 一般来讲 像之前的话 一般都是一二对点 三技能不学 但你三技能不学 你前期杀人 你会特别的顺利啊 输出会特别的高 因为这个导弹 的输出是非常高的 嗯 你前期顺的话 现在飞机如果当一 飞机其实是吃资源的 因为如果他不吃资源 嗯 一二技能对点 也有这种玩法啊 这种相对来说 比较辅助 但是又不像辅助啊 主力呢 他又的 他输出非常有限 全部靠技能 嗯 做A仗 然后一二技能对点 那三技能不点 你中期会发现 你对面事业一做好 那么你的 干客啊 不管是效率了 还是什么 会非常的 但干客不了 然后打前呢 又非常的乏力 所以说 那种飞机的玩法 是胜率不是特别高的 而且呢 发育也不会很快 那可能你前期啊 有的很快就会有下位 然后很快就会出战鼓双刀 什么的 但是你出双刀 你不做 反正还是我这样的玩 我这样的加点 应该是现在比较科学的 胜率比较高的 一种加点方法 会 前期 怎么说呢 比较技术型啊 因为你缺了一个二技能 没有控制剂 只有 你到了六的时候 只有一三和一个大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一个三千八代少了 在我三千八代时候呢 我发现 现在其实才十九分钟 啊 才十九分钟 我们的杀人已经杀了很多了 对面推塔阵容 我觉得 其实是应该成立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幽鬼啊 有幽鬼 对面确实可以有一个推塔阵容 像 牛头啊 嗯 和 龙鹰 还有飞机加白虎 手塔 其实是很乏力的 啊 嗯 很难守的 但是 如果有 这种杠 BKB这种杠正面的道具 再加上飞机本身的技能很变态 那就不好说了 啊 飞机打头阵 然后所有的技能都能跟上 所有的技能都能放好 所以呢 才守住了 呃 一波又一波的塔 那 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我拉了三 自己拉了三波远古 打掉这些远古之后呢 我二十分钟 一把圣剑就可以做出来了 有圣剑呢 一般来 二十分钟 有圣剑 如果你在对面啊 你 如果我在对面的话 我应该会 和队友商量好 这种 哎呦 哎呦 他们直接过来了 我爸会开了个大 我自己第一时间开了BKB 因为如果反应再慢一点 如果刚才NEC跟在后面 TH直接开大 我可能BKB开不出来 直接就挂掉了 非常非常危险 他们这可能有视野 啊 我是不准备打远古了 我把这个魔瓶满了 直接把圣剑给喝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波 我不在 直接就没打过 而且刚才TH还是不在的情况下 啊 所以 一定要 就 就是 把自己除了BKB 刚正面倒就之外 啊 一定要把输出 极限化啊 你怎么 在BKB的几秒钟之内 其实是差不多 一开BKB 然后 这个 正好F 就是 他那个散弹的数量 全部散弹的次数 全部打完 这个时候 他们顺利推掉了 我们的二塔 节奏非常紧 他们是一波接一波 嗯 拖完塔 和优秀线 或者说一说完之后 啊 我们又回 二十一分钟 逃出火药了 第一波火药 应该会选择这个剧毒啊 果然啊 因为剧毒这个英雄 没有什么逃生计和 嗯 他他 就剧毒这个英雄和沉默差不多 啊 沉默也是没有什么逃生计的 就是没有逃生计的英雄啊 如果你远离了部队 你很容易被单杀 你很容易被单杀 你很容易被那种随便什么呃 一个牛头碰到都有很可能单杀的剧毒 那么现在第一把圣剑做出来之后呢 你刚才看到TH那是我没有圣剑 只有一个3800 现在有圣剑之后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看打兵 你看这个兵被全收啊 全收 哎呀 二十分啊 刚才二十分钟啊 现在的攻击力已经400多 再杀一个人 升到16级 三级的大招 然后一个导弹 一个R 开F开BKB冲上去猛打 这种感觉 一会大家可以看到有多爽 而且呢 我刚才说的这个剧毒的棒子 或者是这个小僵尸 或者是墓碑 我只要盯着这种目标物啊 进行攻击 我的导弹是可以 也是可以就是往变 往周 也是可以就是往周围发的 所以这局剧毒的棒子 其实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这盘中塔之后 我们来推上塔 看对面的红点的移动 应该这个塔 他们是不会放过 而且他们已经在往我们这边绕了 插啊插了一个棒子 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有视野 TH已经跳到了 所以这把敌波圣剑啊 有点慌 但是要小心一点 应该没有没有问题 毕竟我们优鬼已经呼要了 他们应该不会 呃 把这种所有的火力集中在一个 对不对 拿圣剑的小飞机身上 但他们想针对也针对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潮汐 潮汐只要一跳过来 我直接BKB就按起来了 这里他们想秒白骨 没有秒掉 我们白骨开了一个大招 这里我的风链 直接直接秒掉对面的宁波肌肉王 然后再 我A这个不背 把小Y又给A死了 我可以 你天了 而且那个小Y 他刚才是三分之一 还多的血量 一下就没了 这边前盘 非常的危险 牛头快死了 一根穿云剑啊 没死 被又鬼一个地 给收走人头 出这个疯脸呢 其实就是让自己快一点打完啊 那三技能的次数 因为越 因为在我BKB开的时候 几乎无底 没人敢靠近 那么我就要快点把那个 圣剑加三技能的输出 全部打完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毁灭一切了 只要在附近的 不管是墓碑僵尸什么的 都得死 都得死啊 所以说这就是 早出圣剑 配合飞机三技能的一个优势 实在是太强了 除非啊 现在最好 如果我在对面最好的办法啊 就是出绿杖 就是出绿杖上来 在出绿杖 我们这有牛头啊 还有一个龙鹰 然后还有一个 呃 呃 优鬼的这个灰药 烫 所以这局对面 其实 速推战略啊 有点着急 有点失败 然后现在呢 我在想 呃 刚就刚才来看啊 杀两个人 其实不太过瘾的 那么如何啊 迅速能够 对不对 就是要跳到人群中间 然后 封脸 BKB 啊 呃 大招什么 全得全得扔了 现在大招 看见一个人就可以扔了 然后导弹随便扔啊 然后R呢 开不开 你看你自己 手速 或者看你这 来不来得及了 但是F 要开 BKB 要开 封脸呢 要开 这样一来呢 在人群中间 我估计他们这把圣剑 是打不掉了 其实我这把圣剑 我觉得 就这么难打掉吗 就刚才他们抱团 或者开拨物 呃 呃 直接控制剂 第一个见 见面直接控制剂 往哪里上甩 我只有我才1300的血 刚才卖了护腕 啊 没卖护腕之前 我才1500的血都不到 感情是 做 跳刀之前 我已经快3000块了 又可以 做 这圣剑之后 再做蝴蝶什么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其实 因为对面没有什么像虚空啊 呃 像这种 近战性的后期啊 优鬼啦 剑胜啦 这种 那么我还要做个蝴蝶啊 或者是什么呃 强袭之类的 这边推翻塔之后 发现对面 你我一个人其实可以啊 三 二 一 大招 我 开始了 放聋 哇塞 哇塞 噢 明以北不来的话 我真的 这个太爽了 这感觉 都撸 都撸着突噜偢疲了都 直接把潮溪给撸退游戏了 cereals 想念也会空啊 潮汐 呃他那个 如果刚才他们都在的话我应该可以把他们打一个团打一一己之力把他们打团面因为他们太着急推了 也可以说他们太想赢了啊因为呃上一把机就能够看出来他们是 非常打得非常有 呃 有套路吧啊因为上一把他们一个 呃这把是NEC啊上一把我印象非常深就是跳到BKB的啊裸 裸BKB还是裸跳的一个冰女啊 她是平民鞋然后 出了一个呃 就是呃 圣殿 指环啊然后就开始裸跳裸BKB 发挥非常非常亮 呃 毕竟五人黑嘛然后这把他们就直接的选了一个速推这种但是没有想到我中单飞机 这把打的也是 可圈可点啊我们说的稍微低调的可你看 优鬼都已经浓心了28分钟装备非常快啊啊 那我现在呢买了一个2004准备做第2把圣剑看第2把圣剑出炉了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效果 一个导弹很远的距离极限直接飘到剧毒身上直接弄死 然后我看了一下控制面板他们就一个退的潮汐然后还有一个 狮王这个狮王马上中了导弹然后我跳过去一个R直接带走还有一个退的潮汐啊 呃有人在控制他这边我先不管了因为如果他们复活的话 潮汐把我留一留正好我BKB时间没有他们会把我那个呃 呃在他们的高地上 现在 呃104加40 呃500多的普攻啊500多的普攻然后应该还要算上 我BKB多段时间是无敌的然后开了F 就是基本上 他们现在这个装备和选量应该是全秒应该是全秒的 他现在差500块钱我要 稳定的把这个塔全部 塔的钱全部 拿掉之后3800 买第2把神剑在29分钟的时候我们的牛头买活啊看我们打的这么爽 但是我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多只能放一个F 可能要稍微等一等不然我连封脸都开不了了 我们的优鬼在对面的基地已经打开了 买活开大杀了一个小白小白也不服直接买活干死我们的白虎 看一下正面战场已经没有人了 只有一个 哎有鬼也死吗 又把我们的龙鹰给干死了 他们居然还想冲出来给我们干 他们不知道我现在已经第2把圣剑了吗 看其实他们一个人我都懒得上去 我等他们全部复活人多的时候 直接上去看一下750 760攻击的威力 好我们的买活牛头迫不及待了 准备上一上去跳大的但是我觉得这 杀一个狮王用得着大哥出手吗 真的每次我打这个英雄的时候啊每次真的我打起飞机的时候我这个肾上限速就可以说是我我想打飞机谁都阻止不了我 啊我的一生啊 我可以划船不用讲 我可以扬帆没有方向 因为我这一生 全靠我来 我来干死他 绿扎开起来了他们 但是没有用我告诉你 全得死 还有一个小剧毒 模型很难点 但等我跳到CD好了之后 我只要一下就把你给点死 还有一个潮机 好放了一个打 我怎么就没有一次武杀呢 难道这个武杀啊 离我这么近剧毒买活 但是我 我再过去我就要被弄死了 潮汐一个浪剧毒毒一下我就得死了 其实很多人打DOTA打了这么久啊 他就是不明白打飞机的乐趣啊 真的如果你们看完我这期视频啊 你可以不用出这个装备 你就你也可以不用走中单 你可以先从游走打起 你就可以知道飞机这个英雄是打起来多爽 没意思啊 因为呢现在他当然没意思了啊 他他在还还名字还还我就问你满不满足啊 咱们来问问他怎么没意思了 要不要再搞一局啊 再搞一局的话 我可能就不这么玩了 因为这么玩呢 就是有点太刺激了啊 真的 你你们可以 呃 如果你你是打你 这把是你玩的这个英雄 出了这个装备 你在你F开起来跳过去的一刹那 我跟你说啊 就感觉有点遇险 遇险遇死的感觉 你知道吧 而且你看他打打这种冰 一下全死 我当时就是我们在下路推完二塔 然后我去上路那个时候 我整个人是非常激动的 非常亢奋的 等跳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 哇一个人 男生田了 就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呢啊 为什么我还在打钱啊 其实可以去推塔了 但是我想 攻击如果不超过一千点 真的 就不爽 因为如果攻击超过一千点 就相当于 呃 发现一个F 我想想看啊 其实飞机这个英雄还不算特别暴力 啊因为他呢 打不出暴击 不过已经很可以了啊 一定不能 要求太高 因为他的这个三技能 实在太强 如果 再有 大炮 这种 能够让攻击成 倍数 增长 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 这种英雄 就 作为一个后期来讲啊 输出太 硬霸 啊 真的输出太硬霸 那么我们现在 其实他们 现在出绿战了之后 除非他们提前开啊 不然被我打到一下 我开凤脸的话 哎他们要出来开误打了 这一波 真不知道还打不打得过 说实话 心里有点 发慌啊 现在又会开得大了 他一个人啊 呃 坚持住 我来了 我跳到一下 他空穴 被炸死 又 呃 哎呀 我以为这一波打不过呢 嘿嘿嘿 好啊 那现在可以看到 AED 但是没有关系 白虎的输出很低 一个箭中了 他加了一口 但是我的导弹 把他给弄死了 圣剑是 六千二啊 呃 封脸是封脸现在作用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绿杖了 封脸是九百 九百的话 呃 还差 三十 多块钱 三十块钱 我去打一个远古野 正好等一下 他们全部出来再打一波 我来告他们 这就是一场屠杀 哼 九六四 一千 快一千亿了 对快一千亿了 现在打这个建筑物 像打法师兵一样啊 现在打建筑物 像打法师兵一样 三圣剑 相位鞋 其实把可以把这个相位鞋也换成圣剑 然后跳刀 BKB 跳刀是必须要有的 BKB也是必须要有的 你看其实我到现在的血量还是很低 等我到BKB 5秒之后啊 如果他们不是那么盲目推进 等我出了BKB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机会 打一个非常好的翻盘的 现在就不给他们机会了 他们既然还不想退的话 那就 迎接我们一波最最最最强势的团 战 哎我的跳的怎么还在cd 不过没关系 先打一个兵把他们全给 把把那个 呃 潮汐啊 别别别别 这个是诱鬼杀的 诱鬼满活 他们全部冲出来了 但是我的f在cd 我的f好了 一刀全开绿杀 两刀打死小白 我自己 残血 他还敢冲出来 还敢冲出来 他绿杀已经开过了 跳过去 一刀 我 弄死一刀 两枪 这武杀就真的和我无缘了 每次要到武杀的时候总是不给我机会 啊但是 呃我这个武杀就留给大家去完成吧 对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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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但你必须要保护着他们自身上 我个人 我什么 你必须有点 你对自己吗 你自己自己 你自己自己吗 我认为那些人健康的健康 这些脸是脸上的脸 你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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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没有尝尝了 好 来跟我来 那你带我去 在网址里面吗 这就是混乱 好 嗯 拿你的皮尼 放在你的手上 这就是混乱 现在轻轻地摆你的手上和下 OK 我已经已经说了 等下 什么东西是这个 I can't believe it's happening to me So keep away the love times For a moment like me I can't believe it's happening to me I did it! I just jerked it completely off! I did it all by myself!